孔老相会,中国哲学史上的千古佳话,影响力保存至今。 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很多哲人相会的故事,称为千古佳话。 公元前518年,暮春时分,鲁国国君鲁昭, 供应孔子和弟子南宫敬书的请求,配备车马与书童, 为派孔子师徒一行前往东周国都洛邑学习周礼, 观先王之一帜,考礼乐之所及,以完善鲁国的礼乐, 就是这趟旅程,孔子与老子相遇,造就了一段儒道两家的千古佳话。 在出发之前,孔子就曾向弟子表示,此行主要目的是败望那里,博古至今。 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规的老子,请教学问, 这次会面被称为孔老相会,又名孔子见老子,孔子问礼,孔子问道等。 在古代中国,儒家和道家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流派, 而孔子与老子的相遇,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据记载,孔子是在向老子请教学问之前,就早已听闻过老子的大智慧。 虽然孔子本身也是一位明文天下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 但他却自认为自己的思想和学问远不及老子, 因此,他一直渴望有朝一日能够见到老子。 向他请教道理和学问,在孔子拜见老子时, 他看到老子正在静思练功,老子的形体直立不动, 犹如枯木,又像是超然物外而一视独立, 孔子当然不会打扰他,便知趣地退到门外等候, 过了一会,老子练功结束,孔子才得以进去。 老子说,心困而不能明理,闭嘴而不能说话, 给你说个大略吧,至阴寒冷,至阳炎热, 寒冷出于天,炎热出于地,阴阳相交,万物化生, 这是万物产生发展的规律, 但你看不到生死兴衰,时隐时现, 日千月移,到无时不在此中起着作用。 但你却不见他的行迹,生有所使,死有所归, 生死循环,无有穷尽,这就是万物生死之根本。 孔子说,请问游心于此的情境是怎样的? 老子说,这种境界是至美至乐的境界, 能够达到的,可称为圣人了。 老子所说的,正是道的道可道,非常道, 他玄之又玄,是众妙之门。 孔子由此得知,大道无形无际,玄傲无穷, 为天地之母之根, 更领悟到老子静心功夫的关键, 在于让内心回归淳朴真我的状态, 而这正是一个人超凡入圣的修养功夫之所在。 在与老子的交谈中, 孔子从老子那里了解到了大道无形无际, 玄傲无穷的道理, 他认识到了让内心回归淳朴真我的状态, 是一个人超凡入圣的修养功夫之所在。 又有一次, 孔子对老子说, 我研究师,书,礼,乐,义,春秋等六经自以为很久了, 熟悉其中的道理了, 但凭此夜见72个君主, 讲解先生您的道理, 产阳周公少公的业绩, 可是没有一个君主采纳, 太难了。 是这些人难以说服, 还是道理难以发扬呢? 在另一次会面中, 孔子向老子抱怨夜见过的72个君主, 都没有采纳他的道理和思想。 而老子则认为, 这些君主不接纳孔子的思想, 是因为他们难以被说服, 同时, 老子也指出, 孔子所学的六经只是先王时期的陈旧知识, 远远不是真正的道理。 经过三个月的自修, 孔子终于领悟到了开始时不明白的问题, 他说出了乌鸦喜鹊孵化而生, 鱼儿如墨而生, 风类则是化生, 弟弟出生, 哥哥施爱而啼哭, 我离开自然造化已经很久了, 自己尚未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地, 怎能去教化人呢? 的话, 而老子则表示, 很好, 孔秋得道了, 并且让孔子认识道, 道需要法天孝的, 与自然天地合一, 才能真正得道道, 从而学以致用, 教化天下。 老子告诫孔子, 他所学的所谓六经不过是陈旧的知识, 远远不是道, 道需要法天孝地, 与自然天地合一, 观察天地万物, 观察事物, 发展的规律, 才能得道道, 得道道, 才能把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 从而学以致用, 教化天下, 孔子最终认识道子, 所以老子说他得道了, 中国优秀文化浩如烟海, 名人名士层出不穷,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 不妨了解一下这套南淮锦先生讲中国智慧系列, 这套书以轻松诙谐的口吻, 把传统文化中充满智慧和趣味的一面向我们娓娓道来, 阅读此书, 不仅增加国学素养, 更能增添人生智慧, 好了, 话不多说, 言归正传, 孔子和老子分别是中国儒, 道两大文化体系的创始人, 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的人均不同程度的受到孔子与老子思想的熏陶与影响, 然而从表面来看, 两学说思想迥异, 甚至截然相反, 孔子一生追求试图成功, 力图恢复西周社会的礼乐制度, 渴望实现自己的人正德制理念在他心目中, 最值得效法的偶像是周公, 孔子在陈居焦四年间形成的中庸思想, 使孔学更加完美, 中庸不是折中调和, 而是如成语若即若离, 恰到好处适可而止, 体现了善与美的融合, 他创立了中庸之道, 历来受到推崇, 被看作是决断事物的最高标准, 孔子的处世态度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即使在他奔走颠簸饱受断粮之苦, 痛遭狂人讥讽, 傅礼想受挫畏果之际, 也从未改变自己的主张, 仍坚持以治天下为己任的人生观, 直至前孔子71岁高龄时, 得知田成子后来的齐桓公, 沙国军齐捡公, 将人, 他认为此举大逆不道, 沐浴后拖着老区去朝建鲁埃公, 请求派兵讨伐齐田氏, 以正君臣之意, 可其观念至老不已, 与孔子不同的是, 老子的主张则是轻虚以自首, 卑弱以自持, 视为君余之术, 好道德经, 充满高深哲理, 他将到看作万物本源, 是超越时空的绝对精神, 在政治思想上, 老子反对儒家的人, 主张无为而至, 无知, 无欲地生活, 向往小国寡民的社会, 所以当他看到周王氏衰微, 乃归故里, 又遭陈国灭国之痛, 遂西行出关隐居, 飘然不知所终, 老子走的是一条智虚的思维路线, 老子提倡的自甘淡薄, 是法自然, 上善若水, 以柔克纲等富有哲理的思想, 永远启示着人们朝着宽阔时空前行, 道是老子道德经的核心思想, 它存在于天地万物, 形成之前的无中, 又主宰并化生天地万物, 这个道, 实际上就是对天地万物的规律性认识, 极自然大道, 道是规律, 是真理, 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所以我们只有遵循, 不能违背, 否则, 就是背道而驰, 必然走向灭亡, 道是规律, 是真理, 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所以我们只有遵循, 不能违背, 否则, 就是背道而驰, 必然走向灭亡, 孔子对于老子, 玉天上的龙, 赞叹不已, 通过孔子复经多洛邑向老子问理之, 他对老子深邃智慧的静慕之情, 然孔子对于这位长辈的尊尊道界, 并未听从实践, 此身藏若须的哲理, 恐不能接受, 对老于小国寡民消极避世和决胜气质, 决人气义, 决学气质的主张更是抗拒, 孔子的政治主张及处事态度, 得到后世上下的肯定与赞誉, 历代帝王屡屡加封赐以至高无上的荣贤, 受到祭拜, 伟大而严肃的史学家司马迁对孔子的评价, 借用了, 时经中高令人仰, 大道让人遵循采荣孔子的伟大崇高, 南宋理学大师朱熙说, 天不生众迷, 古如长叶, 形象地比喻了孔子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孔子和老子的那次相会, 不仅是中华文化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更是两位大思想家, 大教育家的一次深刻的精神碰撞, 在这次相会中, 孔子向老子请教道德学问, 而老子则向孔子传授静心修炼的重要性, 并告诉孔子, 真正的道并不在六经里, 这种互相借鉴, 互相求教的格局正是古代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之一, 此次相会的意义不仅在于如, 到两家学派之间的互相学习和交流, 更在于他们共同服务于民族大义,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孔子的一生颠沛流离, 四方行走, 潜心研究道德, 政治等问题, 而老子则静坐清修, 深入思考宇宙万物的本质, 这种思想与修炼相辅相成的精神, 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魅力, 当代人们仍然可以从孔子和老子的相会中领悟到很多精神上的启示, 例如, 在当今高速发展的社会中, 许多人追求的是功力和快速成功, 但是往往会忽略内心的安宁和真实的自我, 而孔老相会则告诉我们, 静心修炼是获得精神力量和真正成功的基础, 只有当我们回归内心的淳朴和真实状态, 才能真正领悟道道的真谛, 另外, 孔老相会也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博大精深, 不同学派之间的交流和借鉴, 不仅是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多元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更是中华文化始终能够保持核心精神的根本因素, 正如孔老相会的英明之举, 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如道互补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样, 当代的我们也应该坚守中华文化的这种包容精神, 借鉴传统文化, 吸收先进文化,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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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城市,